老板 你只要告诉我 为什么我不能进去 这里我常常来这里送货 为什么我今天我不能进去 你告诉我然后我会回去 谁的节奏我们上面 不是说都不能进来了 谁说 谁说这样 老板 为什么我不能进去 你只要告诉我 为什么我不能进去了 然后你说我不能进去 为什么 你叫你们老板出来 叫你们老板出来 我说为什么我不能进去 你会告诉我为什么我不能进去 我就要知道为什么我不能进去 为什么你们要住了 那个医生检查又要进去 他们已经过来我的家里 我听不懂 你叫你们老板出来我们看到 我说他们 你叫老板出来 但是为什么你们对我们这样 为什么你们对我们这样 为什么你们对我们这样 真的为什么你们对我们这样 为什么你们对我们这样 他们过来我的家里然后做那个东西 我已经在中国很久很久 现在为什么我们什么地方我们不能进去 为什么 如果没有我们在我们的国家我们就这样 你们可以喜欢吗 我说他们已经来我的家 我们已经他们就这样他们来我的家 然后给我 你打电话叫你们老板出来就可以了 我跟你说的名言 你叫你们老板出来 打电话叫他 所以这样你们在就这样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国家就这样 跟中国人给你好吗 你们就这样 如果我们发交给 跟他们就这样 你们在就给我们去好吗 我们不能做这样的 我们不能做这样 所以全部外国人黑人都黑人在中国 现在有病了 他们他们不好是不是 这样的 我觉得全部外国人在中国 现在他们有病了 那个时候你们有我们没对你们这样 为什么你们做这样 就是反正我们杀到通知了 现在做这样的不对我们好 我们不喜欢这样不好 中国人也在外国 有很多中国人在外国 你们不能做这样 你们不能去找去买东西 你们不能去买东西去 为什么你们做这样 为什么你们做这样 我们政府规定 你们可以去 我们在那边招待我们这样 我们就应该要做这样 为什么我不能去 我觉得要去的 为什么我不能去 不能进 现在不能进 没为什么 现在我们街道要求我们不能让你们进 所以我们多外国人现在我们有病了 我们不舒服 是这样吗 有这个 所以我们多外国人黑人 多多我们病了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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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病例 有这种病例 有这种病例 现在我们不能去就不能啊 不能啊